就是草原上的小白兔 他吃着红红的萝卜 吃完出门去运动 跑跑跳跳增活泼 看到一棵大龙树 树上有只小松鼠 白兔马上跑上去 想跟松鼠做朋友 松鼠害羞低下头 白兔看了好伤心 松鼠急忙跑过去 马上说声对不起 松鼠只是很害羞 不是不喜欢白兔 然后白兔终于明白了 两人成了好朋友 天天一起出去玩 三年后时间迅速过去了 他们可能要分开 他们做个小约定 永远要当好朋友 因为我们在学校通常都会 有时候都会看到松鼠 然后还会有时候 因为兔子就只是配角而已 然后大龙树跟松鼠才是我们学校 真正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松鼠就是会跑到树上面 所以我跟游轩才会想说 要把这三个主角 把它变成一个小诗 所以我们才会写上级跟下级 就是学校树跟松鼠兔子的故事 我负责把我刚刚想过了 我们有的人剪这个 你去看 我负下来的 对 比方说我把它拼在这边 好 很特别 跟之前参加过的营队都不一样 就是有请到一些老师 然后让我们认识一些 我们不太懂的事情 我是李明湘 然后现在就读安业国民小学 然后我会想要来的原因是因为 好奇从来都没有 就是有这种经验 之前是没有做过报纸 所以觉得这次的体验 算是让我们长知识 可以拍点的照吗 可以的啊 可以的啊 为什么为什么 学到我自己 很烫的很烫的 很烫的很烫的 很烫的 很烫的 我讲 我讲 我是李明湘 我是文字编辑 那我学到很多 那个关于 马兔士的希拉雅士 人的生活日常 祭典那些的 最主要就是有工系 然后三百多年历史 然后还 然后在重建 民国八十八年重建庙的时候 还挖到石碑 就学到了很多 很多年轻的 就是让拼起来 应该可以让自己了解更多 然后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个课堂的名字叫做走一条街 我们开车到了观地庙之后 我们就徒步的从观地庙走到了菜市场 然后我们有录了走路的声音 然后还有那个夏天的声音 就是那个冰块变成冰的时候 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冰就 然后冰就这样堆下来 500天的眼睛 我是画著一个龙速 为什么要画龙速 因为 老师叫我画bres ren fol 那么 mobile 有啊 什么感情 就觉得 的漂亮 然後很老的 然後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夾的 耳朵還有那個嘴巴眼睛還有眼睛帽 然後草 然後名字是我寫的 我每天回去都會跟他分享說 我們今天做了什麼我的感想 我的想法是什麼 做雨滴棒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我們學校 我跟媽媽講說我們做了雨滴棒 會發出不同的聲音 有空的話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他覺得說哇這個銀隊很特別 因為這些都是別的銀隊做不到 也學習不到的東西 我們可以自己去創造我們自己想做的東西 也可以努力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們只需要在意自己 不用顧及別人 但是有時候還是需要 這個是我阿嬤 現在已經去世了 這是我阿嬤以前 還在的時候留下來的股錢 現在應該已經超過十年了 然後就是在家裡有找到 然後想說家裡可能比較有價值 我不是要知道 原本說要回去拍的時候 我原本沒有想到 可是老師最後老師有說 就是覺得家裡最有價值 或者是年紀最老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拿阿嬤的股錢 因為我的老師會是說會讓我們改一下 就是寫的 沒想到老師直接是把我全部寫的東西 然後就直接放到報紙上都沒有改過 有點驚訝 我們就是很開心地過了這個時間 就是希望下次也可以再有 這樣類似的應對 然後很好也很開心 可以保留下來 來給剩下的學弟學妹知道 因為那是我創造故事的起點